这是一个由我自己设计 制作调试完成的一个太阳能环保池 那么这个汤呢 全部是由废品收购弹 收来的废旧器件组装而成 像这个轮子 它就是摩托车上一个报废的 一个废旧的能力 像这个座椅呢 是在这个废品收购弹呢 看到的别人一个办公座椅坏掉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拿回来以后 进行改装 进行重新修理的 减克腾效果相当的好 这个车嘛 从这个 从前边到上面到后面 一共是呢 大小五块碳能板 制作而成 更好的接受光能 整个花费的时间 是用了半年的时间捷径 那么这个整个 它这个成本代价呢 整个这一堆东西 到车到框架到方面 总共花费了 可以说呢 精确地讲 那些人 1600块钱到1700块钱之间 我是个教师 专业是太阳能光伏发电 我就想给老娘 做一个这个太阳能车 它可以就是不频繁地充电 二一个呢 就是说是 结合我这个专业呢 能得给我的理论呢 得到升华 更好的教好我们这个学生 学好掌握好 太阳能知识 这个车呢 时速能达到三四十码 完全符合于我们一般 中老年人的促行的要求 因为这个车配有呢 虚电池 它有储能这个设备 也就是虚电池 它把用不完的电缆 就储能 储在了虚电池上 遇到阴雨天手 它再重新释放出来 这个车是后面是汽车坐一坐的 坐上就很舒适的 如果是有谁愿意上来 可以体验一下它的舒适度 你坐前的台阳弄的 好 才能靠靠靠 哦 这一样 颅度多美 可以坐的 啊 可以吧 怎么花多少钱 不到一千七百块钱 这个速度可以跑到三四十码 你电动车的话没有这个环保呀 电瓶不断的翻新 肺溜酸放到地里边啊 和千板对大气的污染是最厉害的 除了它这台阳弄半啊 它要花一千倍的 其他这东西我看都是肺拼啊 肺钢瓜 肺钢车吧这 乱七八糟这 你都要加工喊成都好了嘛 有环保很好嘛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发展方向 上边第一天啊 哦 这里边是 这是我的办公室 这是我的办公室 在这 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 他们其他人都在那个办公室 他们其他人都在那个办公室 就是见到太阳光了以后呢 这种特殊的材料就会有电能出来 这种材料 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 是太阳能电池板 它能就是说是把太阳的光能 转换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电能 像这种电能 是人们的追求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没有污染 没有噪音 我做了很多辆太阳能车 后来又想做太阳能船 这个呢 水路连用太阳能车 就是说是车和船 它有机的结合 它看上去既像船又像车 因为什么 它有轮子 它可以在陆地上有轮子 像电动车一样驾驶 那么在水里它就跟船一样 能跟船一样就是 前轮它就代表了 就可以在水里作为一个舵来使用了 那么后轮有动力呢 它就作为一个螺旋桨来使用了 那么上面的能源呢 还是要控太阳能来进行补充 这个船上呢 一共要用到四块太阳能板 甚至呢六块太阳能板 上面四块主板 后面呢有两块呢 副板 前面有两块副板 那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 准备着呢 在这个两边再挂两块副板 那么在行驶过程中可以翻上去 到了水里可以翻下来 这样子最大效能的 接受到阳光 为它及时的补充呢能源 这个造价下来大概应该是在 2000到2500之间吧 我开慢一点啊 我未来的打算就是说 尽快地把这个太阳能车呢 推向式子 带着母亲开着我的太阳能车 性能更好 更稳定 更舒适 更安全的 带着我母亲呢 去看看 进行环保宣传 的知识的宣传